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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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走吧 感谢观看 是今天吧 他已经出去了吗 感谢观看 董事长 总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 是你来的吗 也就是说 再过一两小时之后 年大会一开完 实际上 只要是王美玲 就不再是 沈氏集团的主人了 我姐 终于还是走出这一步了 我们只是说了这一句 将来一定会迎过来的 我打算了 离开这里 什么 初夏你 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 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 等我解入主神室 从此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看不下去 也改变不了 所以 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吧 董事长 总裁 他们到了 四周 不好意思各位 孟总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 今天不能来参加这个大会了 他今天委托我来 是有一份私人的礼物 要送给沈岸先生 孟总说 妹妹出嫁的时候 当姐姐的没来得及 尽一份心意 这百分之十的股份 就当是孟初夏小姐 迟来的嫁妆吧 也希望沈家笑纳 祝你们二位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谢谢 一番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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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一番舌头 孟晨霜没有出现 然后呢 就意味着沈氏集团和沈家 迈过这个坎了 你是说 我姐放手了 不只是放手 她还送了一些股份给沈安 说祝你们幸福 走了 祝夏 真的吗 真的吗 我姐 哎 朱雄你去哪儿 找我姐 我姐 喜欢、「咱吉兰八座的思路 快睡不觉 Hank,妈 姐 姐 姐 你在家吗 姐 孟洋姐好 我姐她在家里吗 孟总在花园里 我从今天忙liness 姐 她来了 孟总 谢谢你对沈家的宽容 和梁姐 谁说原谅你们了 我心中的仇恨 仍然没有退去 可天平的两端 一边是做了 十五年的复仇梦 一边是妹妹的爱情 我当然会选择 更重的那一端 比起复仇的快感 我更害怕 看从妹妹伤心 所以 我只好举白旗投降 姐 沈总 相信你已经接到了 相关部门的电话 新款咖啡 经过全线检测 确实没有安全问题 沈氏集团是无垢的 我正准备 现在就去主动承认错误 接受调查和 孟总 姐 孟总 你怎么了 孟总 你说什么 我姐她不是已经肛腹了吗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了 目前看来轻止治疗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只能靠药物来缓解疼痛 那结果 tới一層 训续 nein 尤其是 别哭了 都怪我 不应该瞒你 别哭了 梦想送回去了 嗯 有丁妃和泰迪他们照顾着 你放心吧 沈安 你坐过来吧 今天初夏在这儿 当着我的面 你把十五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告诉他们 好 好 那我来说 你好 你好 我是这里的实习品一班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 我 我本来是想说这肉酱的味道不对 不过现在我想 我想要你的电话号码可以吗 看 就是这里 我的梦想就是在这儿盖一座 属于我自己的餐厅 为什么 是吗 人活着有很多快乐是很现实的 比如生殖加薪了 谈了个漂亮的恋人了 但是 美食和自然 带给人的快乐是很单纯的 我希望我的餐厅能给那些被生活压得闯不过气来 来这里看大海的人 一点小小的乐趣 听起来很棒啊 你真的懂吗 弟弟 我不想当你的弟弟 谢谢你 不过很抱歉 我只能把你当弟弟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还以为 阳光男孩的表白 不过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小差距 但是没有想到 她的母亲 王美玲很快就追到了国内 她看到是俺天天跑来找我 就认定了我们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 行行吧 你跟我儿子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父母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 我并没有要攀附你们沈家的意思 马文只是我一个比较亲近的弟弟 好 那你承诺 从今往后跟我儿子永不来往了吧 不管你怎么误解 其实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马文只是朋友 是否交往是我的自由 你无权干涉我的生活 露出真面目来了 那还不是想接近我儿子 想利用我儿子吗 不管我怎么解释 也敌不过你固有的成绩 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过日子 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告辞 那次我跟我母亲 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还任性地追着回家过年的陈霜到了北方 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 你也都见到了 这里是孟陈霜小姐的家吗 陈霜她出去了 我是她爸 原来是孟先生 你好 你好 我知道陈霜小姐不在家 这次呢 特地是来拜访您的 你干嘛 我收拾东西 我跟十八岁的小伙点走高飞 别管她 来 初夏 回屋去 陈霜 对不起 我害你跟家里吵架 不怪你 我跟父亲脾气都很倔 闹成这样 不能全怪她 也有我的所有 马文 你不要学我 跟你妈妈要多交流 她也是为了你好 可是她禁止我们两个来往 你知道的 我们两个分明就不可能 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很难得的朋友 现在是要跟我划清界限了吗 被我妈妈影响了吗 我没有要求你立刻喜欢上我 既然是朋友 继续见面也没什么不对吧 是我的任性 从事母亲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这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马文又跑出去了 肯定去找孟成双了 这怎么办呢 都那么大个人了 难道 让我绑她回美国去 快点 表哥 谁啊 我的一个远方表弟 刚好在青岛工作 我过去看看有什么事情 就几分钟时间 表哥 最近手头有点紧 借过点钱用用 这个钱我是不会替你还的 你说你 你除了泡女人也有本事 你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你知道吗 你每天出来赌博玩陪泡女人 你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啊 你这么下去迟早是要出事的 剑三 把你表弟带过来 这是我们董事长 董事长你好 对付女人你很擅长 那有男朋友的女人 您能追得上吗 您觉得难 你表弟的主宰 我怀了 说吧 您让我搞定的姑娘 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孙薇的男人 果然是个爱情高手 他对女人了如指掌 对于我这个完全没有恋爱经历的人来说 很快就沦下了 沈安知道 我谈的男朋友 心灰意冷地回到了美国 王美琳的目的彻底达到了 我母亲也知道这样不对 后来她告诉我说 当年我一上飞机 她就给那个男人打电话 让她找个机会和陈双分手 孙薇信誓旦旦地答应了 是吗 那可能是我对她太好了 她舍不得放弃这张长期饭票 和免费帮我吧 那后来呢 过了不到一年 我会倾倒探望陈双 却大大的吃了一惊 还有半个月就是遗产期了 孩子的爸爸呢 他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去跑海运赚钱了 他说这一次能赚不少钱 回来以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当时有一种奇怪的直觉告诉我 那个男人没有说实话 于是我找人在青岛四处插房 竟然发现了他的踪迹 同时陈双也突然临盘了 她跑了 她跑了 自己跑了 便宜了 喂 你好 汪子 有 老师 赝人 给你 可以 做我的 男人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 我也没想到 陈叔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拒绝过你 一次又一次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坚持 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你还要坚持吗 都是我的错 只是 以后由我来照顾你和这个孩子 我一定 会给你们最好的生活 最好的生活就是天天地看着 对不起 然后想着这段不堪的回忆 马尔文 我不想见到你 一秒都不想 那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办 这孩子怎么办 你们家不是善于给钱吗 给我十万块 从此以后我们再无挂 陈霜 给我个机会补偿你 别走 我是爱你的 我是爱你的 是吗 可我恨你 我用那十万块钱 替跑掉的树薇 还了赌枕 然后带着孩子回家了 初夏 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多么要强的人 唯一的一次爱情 居然是肮脏可笑的骗局 这让我完全难以及之 所以 爸妈以为孩子是神爱的 我也没有反过 反正 梦想的父亲是谁 已经完全不重要 之后王美玲来找我 想要把孩子带走 导致了我们全家举家搬迁 现在想想 他当时应该是出于愧疚吧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这样做 反而又一次地刺伤了我的伤口 他也没有想到 后来 我也打听过孙薇的下落 听说 他在越南出意外去世了 他倒是一了百了 但是我每时每刻 都在被这场无望之灾的爱情所成 我恨命运 我恨命运 恨沈家也恨我自己 之后 就有了这十五年所有的故事 其实我账户外扣 他不仅给我留下了巨额财产 他还在信中说 他之所以要把财产让我拉去报仇 是因为他想让我知道 就算是我报了仇 这些年所受的痛苦 也不会减轻 唯一获得救赎的方式 就是彻底地放下仇恨 到现在 我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初夏 其实这次报复沈家 我对沈安一直是心怀愧疚的 说白了 他也没有做错什么 不过是在年少轻狂时 轰轰烈烈地追求了一个姑娘般 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也不是他想这样的 尽管我总是跟你说 爱情这个东西不可靠 但是他确实 是会让人念念不忘一辈子的 更何况是沈安 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所以 我愿意支持你 勇敢地试一次 读一次 读一次 詹姆斯一个人能行吗 别忘了还有我妈请来的三个护工呢 你先回去休息吧 养足了精神才能更好地照顾姐姐 什么 为什么一直不说 什么 你不是梦想的亲生父亲 既然陈双美说 说明他不希望 别人知道他背后的故事 我不能为了洗清自己 说出别人的人生污点 何况当年的事本来就是因我而起 这个责任我担得不远 等着 我去开车送你回家 你想回哪个家 什 什么 那是你姐姐家还是 你自己和我的那个家 沈 沈安 我姐 让我再跟你试一试 可是 我自己没说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最近发生太多事 我有点 你 你又来 孟初夏 你脑子构造有多简单 怎么总是稍微 多经历一点事情 你就死机啊你 你想想 你自己慢慢运转 你倒是不着急 我这儿都快冒烟了 硬件配置就这么个情况 不习惯你可以换一台 反正任何东西 现在更新换代都挺快的 你也可以换啊 好 你个孟初夏 有本事你别后悔 有本事你别后悔 孟小 这道棋怎么做呀 这个 你怎么不问我啊 我跟他一样 都考上医中了 到时候也是你的学长 走 你迟到了 整整迟到了二十分钟 你赶紧这么记得 哎呀 謝謝你來當我的場外支援團 這有什麼好寫的呀 暗號記住的 我辦事你還不放心 走了 您好 您太平先生 是啊 坐 服務員 不好意思啊 今天遲到了 因為開會 你來很久了 我准點到的 你本人比照片上更漂亮 是嗎 謝謝 我倒是覺得你本人 和照片有些差別 我覺得你現在的狀態更好些 今天開會嘛 所以穿得有些正式 服務員 您好 二位有神奇藥 就這個 好的 謝謝 像你這樣的帥哥 你怎麼會想到來相親的呢 有個朋友告訴我 很多事情不能太順其自然 不要努力抓住自己該有的幸福 我覺得說得很有道理呀 我就是一個很能把握住自己幸福的人 我覺得愛情這種事不能太順其自然了 如果順其自然的話 可能原本屬於你的感情就不再屬於你了 原本屬於兩個人的緣分 可能就會繞開你走 你覺得呢 原來我還沒有忘記 從你的情緒 我覺得我可能已經找到了 自己的另一半 我也有同感 陌生又熟悉 一不小心 忘了怎麼呼吸 我能否靠近 像來自天际 故事裡的你 一個空間的距離 我伸手摸到的都是曾經 喂 初夏 我問你一個問題啊 如果我看見一個男性朋友 和一個女性朋友舉止比較親密 我心裡 會那麼覺得不爽 這代表什麼呀 菲菲 先問問你自己為了這個 特意給我打電話代表什麼吧 什麼意思啊 堂堂的女戰士丁菲 還需要我替你把話說出來 才有有機行動嗎 行了 我忙著呢 先掛了啊 等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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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夢初夏 膽子越來越大了 還敢怪我電話 都說些什麼呀 什麼成功 什麼行動啊 手 stains 寶寶 還不讓速 欸 這就是你說要見的那個女客戶吧 欸 你好 你是 我 我當然 是我們大寶寶的寶寶啦 還有我們的小寶寶 好 我們先聊啊 寶寶 你客戶怎麼走了 菲菲 我可還沒打麻煩呢 有 有嗎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不明白 這是 就是我突然覺得 其實手機呢 你不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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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繼續聊表哥 你們繼續聊 表哥 好 菲菲 我們繼續聊剛才聊的話題 你忽然發現什麼 你騙我 希望老闆能用我 我一定會好好表現的 好 你今天先回去吧 有消息我會通知你的 好的 這是今天面試人員的資料 好 你們好 我是今天的應職者 夢初夏 我想要应聘的职位是 隆坦诺餐厅青岛店的店长 对 我见过你们 N集团的新董事长 怎么样 你今天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胃口啊 我让人炖了汤 这就给你拿过去啊 丑双 我先挂了 回头见啊 怎么样 我决定了 把审视集团的总部 迁到青岛去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冷塔诺餐厅青岛店 今天正式开业了 阿鹏怎么还没有到啊 怎么看他心里闯了呢 你看 本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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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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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